哈囉大家好 我是薩克 是名被遊戲耽誤的保險業務員 2020最具話題性的JRPG大作《命運的法則》 上市後便有那吸引能的世界觀和劇情 優秀的人物設定 以及手機遊戲史上最強的主角 打動了不少人的心 當然還包括乃滋啊 遊戲內的劇情文本非常的好看 不單單只是主線劇情的推進 讓你想一探主角回到過去後 究竟經歷了哪些事情 以及對未來的影響外 遊戲中各具鮮明的人物性格更是可圈可點 就連一名小NPC的支線任務 都能讓人看到會心一笑又或是發人行思 絕對是值得大家一玩再玩 逐漸挖掘的一款超棒遊戲 由於薩克平時業務繁忙 再加上玩的遊戲非常的多 手機有時除了辦公室外還要掛其他的遊戲 玩遊戲真的越來越耗電了 垂殘我的電池 所以能多開的模擬器對我來說真是福音 上次朋友推薦的新版夜神模擬器 也很貼心的將命運的法則 這款遊戲的內建建位設定好了 省去了我很多設定的時間 當然如果想體會手勢戰鬥的話 還是用手機遊玩會比較有感覺喔 相較於其他的遊戲 這款遊戲非常強調主角 幾乎所有的角色都能夠變成主角的工具人 而這次新推出的卡池中 有著這款遊戲裡最強的角色 名 被動技能給的傷害提高 真的太OP了 要爆發有爆發 要控場有控場的全能心乃滋 造型又阿斯 還不抽爆嗎各位 建議各位把所有的抽券全部投入在這次的池內 如果不小心賽到潘朵拉Z的話 還能夠打這次的活動喔 沒有SS啦 抽不到厲害的角色怎麼辦呢 沒關係 薩克今天就來推薦一個 我自己用起來很棒的隊伍吧 先講主角 薩克是用勇者 因為比較中二 玩起來的招世民也非常中二 中二到爆表 我的技能配置主要以迴避 以及放招回血和迴避後暴擊增傷為主 可以成為一位有輸出又有生存力的副坦位 再來建議各位首抽一定要拼牛頓這位業務經理 他的控場能力真的是太好用了 凍結、禁錮、暈眩 想要逃離他的推銷真的很困難 還可以幫忙其他人聚怪 牛頓一個聚怪再加上主角勇者的AOE大絕 基本上就可以收掉所有的奧克 不小心被奧克拒絕時 還可以免死一次 首抽能獲得這個業務經理 真的相當的優秀 二號隊員推薦使用龍二 對 他是位男性業務員 我知道 可是他真的太好用了 而且不知道為什麼特別的好抽 除了技能給了相當多的抗性和格檔外 大絕、開房間更可以讓敵人被增傷 配合牛頓的巨怪和AOE 可以讓輸出收掉很多敵人 想要不簽單 嫌過龍二叔叔這一關 第三位 望海兵 身為一位預約就會送給你的大妹妹業務主任 望海兵的控制能力也非常好 是一位穩定輸出之外 又可以控場又給增傷的隊員 真的很實用的大妹妹 最後一位 是阿卡的超級業務 擬名 單奶、團奶、加防禦、解狀態 樣樣都有 可愛學妹 乳量不大 可是奶量這麼大是怎麼回事啊 這個立位到底是怎麼回事 以上就是推薦各位不用課金也能好好玩遊戲的業務員們 如果你有更好的推薦陣容和覺得OP的角色 歡迎在下方留言討論交流唷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懇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把這款劇情超優 奶子很香 人設鮮明的好遊戲 推廣尾還在觀望 甚至想入坑的朋友們吧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記得下部影片 Hand my hands 走り出す今を 打ち壊せるのなら Blake 奇跡の扉が Hold your hands 髪の色さえも 打ち壊せるのなら Life 未来を照らして 黒いで囚われた心 繋ぎ止めたのなら Yeah 見えるから 光の導き 翼 広げて 飛び立とう あの日を刻むために 僕は 運命さえ覆す嵐を待ち浴びていた 戸惑い 嘆く暇も ないくらいにそう 突き進んで行け 一なる世界の明日を守ると誓おう Hand my hands 走り出す今を 打ち壊せるのなら ねぇ 奇跡の扉が 開くよ 始まりの炎を その下 暁には 見えるから 光の導き 翼 広げて 飛び立とう 終わりを 告げる声は 僕の 生きる意味 くつがえし 滅びを待ち浴びていた 負けない 高鳴る鼓動 暗闇を照らす 燃え上がって行け 戦う覚悟 英雄の伝説を作ろう Hand my hands 走り出す今を ぶち壊せるのなら Blake 奇跡の扉が 往生へ 神の色さえも ぶち壊せるのなら Life 未来を照らして 黒りで囚われた心 繋ぎ止めたのなら Yeah 見えるから 光の導き 翼 広げて 飛び立とう Wha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Evon The end of the world That's a long stor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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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